哈喽大家好 我是戴利去看非洲 昨天这兄弟忙活了一天 没有去准备那个网 今天一大早我过来找他 估计还有一点事情 他是看到我的 准备建房吧 买砖 跟他聊聊一下 结果他说 挂着那个猴子的网 套了一只猴子 我想说现在去给大家看一下 昨天才拍了这个自砖的视频 他说他还准备买砖建个房 我们去看一下他怎么计划的 其实他这个空地的话 人是烂着又是 有外付之烂的 买第一批不用钱了 不过他说没多少钱 准备建个小的 二十多万吧几百块钱 可以帮他建个大一点的 有看必有的 我们先去看看猴子吧 这个的话 他说真的建的话 是可以帮他建大一点 这个人还是可以的 We go monkey 这个小家伙很上进的 哈哈 反正这么大一堆 三六九 给他买棒棒糖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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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能开张啊 一开张小孩子一下子 都围上来了 叫我这个朋友去分一下吧 二十块应该够了 之前很多粉丝说 这台铁路有没有在用 看这就是这个火车头 哈哈 这个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We go sweet Sweet 这里的话 刚好有个三千的零钱 给他们分了 我们就去看猴子 这小家伙拿到了 叫我给他撕开 给我 之前很多粉丝不信 这个捕抓工具能抓到猴子 今天都给大家见识一下 这么大只猴子啊 差不多有十来斤了啊 不过好像奄奄一息了 他说是昨天下午发现的 看样子已经死了 因为是缠到脖子上面的 这边的话就不像国内了 猴子这种动物的话 就不像国内那种保护动物 所以说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然的话肯定 估计会不让拍的 当地我也问了 警察也不会管这些的 本来是太多了 反正还有害处 这个装置很简易的 很多人不相信吧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原理 你看 它这个线挂在这里 一穿过 它就拉下来了 如果说拉到脖子的话 就越针越紧了 如果说拉到腿部啊 或者是手脚啊 就基本上就套住了 也逃不了的 本来说想抓一只猴子看一下 这个抓是抓到了 这个猴子也是一个公猴很大的 这边也在开始下点小雨了 今天的话 一够上面就没什么雨了 确认了一下 我们准备回去了 这边的话 也没什么雨 估计就下一点点 哈 这里没油了 要把它给它倒下来 这边的加油站秀才可以 我们加个一万块钱的油 对面的话你看 还有Toyota 是不是一个4S店啊 这边的话 算是稍微人多一点的接上 看一下我们这个网吧 从这里一直到那头上 应该有个三四来米吧 走之前就跟这两个保安 他们也会 所以说再绑石头 然后找了一点那个矿泉水瓶子 这边的话材料就这么简单 看现在已经绑 绑的差不多了 绑了这么多 就这种的 然后挂到下面 估计下午搞完了 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去钩 去捕鱼了 啊 去捕鱼了 这是我们保安 我也问了他们 这边的话 对猴子 都是比较厌烦的 因为很多东西 去抓那些粮食啊 水啊 鸡鸭之类的 所以说去抓猴子 完全没问题 今天刚好也是送货了 那补充新鲜蔬菜 啊 之前也专门拍过的 现在的话 直接叫他们送了 这一兜的话 估计就是上五百块钱了 这小家伙今天有点腌了 有点发烧了 啊 很热的 去跟他买点药 去跟他买点药 Defere 看没什么精神啊 确实比较热 啊 ok you buy some medicine i buy small medicine again the one ten thousand ok ok quickly no i don't 去到这个一瓦去跑腿 这个今天一下没啥精神了 let them sleep in bed 在他去床上躺着休息一下 看一下 刚刚那么一小筐蔬菜 二十五万四 差不多五百块钱 所以说这边 中国超市送的这些都还是比较贵一点的 来看一下吧 还是有点方法 这个裸的石头 可能残没那么好残 去把我们之前的 坏掉的蚊帐拿过来 包一下 这个就要方便很多了 要回去搬那个砖 因为之前就计划就有点小的 买了一车 已经付钱了 要去把它搬到那个屋上面 估计下午有时间 我们就可以做好之后去捕鱼了 还是承诺他的 you wait two or three days I get cash help you to build big house 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里大家时间相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下午的话就去捕鱼 喜欢的点击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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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